燕公子,来追我呀,追到我,我就让你嘿嘿嘿 这可是臣妾辛辛苦苦从快川里学到的 燕公子,下次再来玩啊 第九十六集 南巡伸出两根指头,在她的胸前爬呀爬 一直爬到她喉结之处,轻轻挠了两下,凑近她耳畔低语道 韩哥哥,你可以当真 女子带着幽香的气息,一簇一簇的喷在她的耳畔 有些湿热,有些骚痒 燕寒猛地喘了一口气,突然将怀里的女人一把推开 那动作竟有些粗鲁 南巡正正地看她,似乎有些被吓到了 燕寒推完就有些后悔了 她狠狠地吸了一口气,立马就洋装恼怒道 哎呀,瑶瑶,有些玩笑开不得 你方才过火了,万一我,万一我不小心伤害到你,怎么办 南巡表面茫然,内心却在跟小八拍桌狂笑 小八,小八,你快听听她Boss说什么 她一个不能人道的男人,居然说怕伤害到我 小八也在笑,但还是好心地提醒了一句 亲爱的,你不要玩得太过猴,万一她恼羞成怒怎么办嘛 哎呦,不会的,她还等着成功勾引我,再甩了我呢 怎么可能连这么点气都忍不住啊 瑶瑶,对不起,刚才我是不是弄疼你了 燕寒有些懊恼地上前一步 想要重新将女子搂入怀里 南巡后退一步,有些委屈地看她 你是不是后悔了 燕寒我告诉你,我秦布瑶就是这样的女人 想说什么说什么,想做什么做什么 你是觉得我放荡了,还是觉得我不可理喻了 如果连这个都无法忍受,你还跟我谈什么以后 我,我不是这个意思 瑶瑶,我没有嫌弃你 你明明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的 南巡猛地掉转身子,背对着她道 燕寒,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走吧 以后再也不要来了 燕寒一听这话,目光一沉 一把就从后面搂抱住她 凑过去亲了亲她的耳垂 对不起,瑶瑶 刚才我不该对你发火 我只是怕自己一个忍不住远了句 在心爱女人面前 男人往往是经不起了拨的 南巡过了好一会儿才到 我能将这个当作是对我的夸奖吗 两人又搂搂抱抱地腻歪了好一阵 等燕寒走了 自动消失的翠环从某个角落蹦了出来 笑得特别荡漾 娘娘,奴婢突然觉得燕公子好好啊 娘娘您刚才笑了好多次呢 被发了好人卡的燕寒 飞离迟暮公后 一个人慢慢夺步在夜色中 走着走着 她突然取下了遮面的银色面具 露出的那张脸赫然就是暴君 燕莫寒 那捏着面具的手骤然收紧 漆黑幽深的毛子里闪过一道寒光 莫的 那敏承一条直线的薄唇朝一边协调而起 似有些嘲笑 似有些厌恶 然而 那眼底深处 却阴晕着一丝 她自己也弄不清楚的情绪 秦不由啊 秦不由 男人轻难了几声 修长挺拔的身姿逐渐远去 直到与夜色融为一体 自两人互表心计之后 燕寒每日都会来驰木工 一开始只敢晚上摸黑潜入 后面胆子就越来越肥了 大白天也敢来驰木工闲晃 南巡靠在她怀里 有些担忧地道 韩哥哥 你这样大白天的也在皇宫乱晃 真的没事吗 燕寒的大掌 搁在她的小脑袋上 一下一下 抚摸着她一头乌黑柔滑 如瀑布般的绣发 维言只是淡笑道 这皇宫里的护卫啊 都是些废物 或轻功两得 要避开他们 轻而易举 说着 她语调一转 滴滴笑了一声 内敛而性感 瑶瑶 你若是真的担心我 每天来回跑 处危险 不如 不如今晚让我留宿 一般女人肯定会觉得害羞 要么就恼羞成怒 但南巡却顺着她的话 笑咪咪地道 好啊 你若是敢留下来 我就吃了你 刚好坐实这肩夫淫妇的名头 燕寒这些天 已经习惯了南巡的直率 听了也能面不红 心不跳 反而呛了回去 哼 瑶瑶 你若是淫妇 那 我愿意当你的肩夫 南巡一愣心道 哇塞 大boss的段数 好像变高了呀 她默得一笑 伸手勾起了燕寒的下巴 我说 韩哥哥 你当真以为 我有贼心没贼胆 当心我真的 嗷 一口把你吃掉 好啊 那你吃啊 南巡笑吟吟地 看了她片刻之后 猝不及防地突然凑上前 小嘴一撅 就这么 在对方薄唇上揪了一下 燕寒双眼猛地一睁 呼得倒退两步 一个没站稳 一屁股 坐在了地上 南巡指着她 那副迥样 放肆地大笑出声 笑得特别欢 燕寒眼底 闪过一丝韵怒之色 翠桓 也咯咯笑出了声 连忙给对方 递去一个小木凳 燕公子 你别生气啊 我家娘娘 她就是太贪玩了一些 她不是故意捉弄你的 这话 有些欲盖迷彰了 燕寒愈发觉得 刚才这女人 就是故意 在捉弄她 南巡 将燕寒扶了起来 凑过去 朝她脸上 吹了一口热气 那热气 带着醉人的芳香般 令男人 微微眯起了眼睛 韩哥哥 你也太不经捉弄了 你这么纯情 日后如何下得去嘴吗 燕寒有些气恼 真的是非常气恼 她觉得 这个女人 三番五次地挑逗她 挑逗完 还一副 我只是跟你开玩笑 你怎么当真的 无辜表情 她真想撕烂 她脸上的伪装 她明明骨子里 就是个淫荡的人 凭什么要装出 这副样子呢 就好像 所有的淫荡和放浪 都只是她的表象 撕开这层表象 才能看到 被裹在里面的 最真实的她 明明不是这样的 明明不是 她天生就是个 淫荡的女人 对 就是这样 没错 韩哥哥 你在想什么呢 这小眼神 好吓人啊 南巡凑到 她的面具之前 眨巴着眼 看那双露出的眼睛 幽黑幽黑的 眼尾微微上吊 看着怪勾人的 燕寒 一把将眼前的女人 扑倒在地 冲着她 笑得邪似 我刚才在想啊 如何将你吃掉 是清蒸呢 还是水煮呢 或者红烧 南巡不休不燥 就这么躺在地上 还伸手挽住了 她的脖子 韩哥哥 我喜欢红烧 口味重点的 清蒸或者水煮什么的 太清淡了 烟寒僵了一下 将她从地上抱了起来 南巡顺势贴到她身上 跟她鼻尖贴鼻尖 笑吟吟的道 韩哥哥 我累了 你抱我过去 求抱 也能说得这么理直气壮 也就厚脸皮的南巡 做得到了 燕寒将她打横抱起 轻轻地放到了 她最喜欢的那张摇椅上 正想起身 却被南巡一下拽了过去 一下子压在了她身上 瑶瑶 你再这样 我真的要 烟寒的声音 压抑而克制 却不知 她压抑的是浴火 还是怒火 南巡扯着她的衣领子 将她拉得更近了几分 幽黑明亮 盈满水的毛子 倒映出男人放大的脸 盈满水的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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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满水的毛泽